網傳不少莊斯敏支持政府的言論 而導致大量網民的不滿 那天莊斯敏男朋友楊明回電視城開工 拍攝無線新劇網絡片案 不知道大罷工對他回公司又有沒有影響呢? 我也提早了九個字回公司 但有點阻塞 但又不是十分之嚴重 我想是從災區應該是今早和中午的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是 我答應了別人做的事我一定要完成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那我覺得我的責任是要完成自己的工作 那至於罷不罷工 其實參與與不參與是很過人的 那我覺得不可以強行逼人做主於哪一個立場 我覺得這個自由 大家都覺得我們香港是自由社會 那其實不可以逼人做一些 去接他們想別人做的事 搞事 爸爸 你睡覺 你睡覺 我睡覺 那種 你睡覺 你睡覺 你睡覺